我们要报道的是真实的东西 拜托可不可以不要再跟我 因为媒体跟我一天 我太太就不敢回家 我们不能够给被防止带着酒 怕热就不要进厨房 政治人物本来就是应该 接受媒体的一个检验 其实我们做狗仔队 就是为了囚禁全真 就是这样 像狗仔队这种的话 我是拒绝最好不好 不要来跟我吹麻烦 同家家想借主持之便 有机会可以一清林志玲的方策 这是什么东西 要不是看到你的女孩子 我就回去告诉李志英 台湾的钱赚太多了 外面可能觉得很厉害 其实也没什么了 这狗仔队也 我来的时候全世界 很多地方已经有了 也不是我们唱的 我爸已经不到首都了 我是做创成了 为什么不去跟马文社 为什么整体要跟着我 马上可以说两句话 谢谢你关心 结婚以后开心吗 谢谢你想听特别 我知道我知道没问题 就大概聊个两句嘛 谢谢你 对啊 以前的台湾的权媒 竞争是没有很厉害 我觉得做所有做生意的人 都怕有竞争 对竞争的人做的手法 对跟他们不同 一定有争议 这个也很正常 你这个暴力射情暴 你在台湾还能够存活 我就证明台湾的司法 已经死亡了啦 这种狗仔文化 其实终于天使要滚出台湾的 因为现在看到一电视 对不对 下场会变成这样 所以李志英也会有这一天的嘛 从2001年5月31号 台湾一周刊创刊的当天开始 李志英滚出台湾 义传媒滚出台湾 这些话一直都没有中断过 如同武侠小说里面的邪教 李志英是最大的魔头 而义传媒则是一面挑动人性的魔镜 这面镜子摧毁了原有的和谐 因为除了贪乃与邪恶 他可以映造出五大门派的 智识余伟赛 最主要的林荣誓啦 林老板欢迎哦 台湾的媳妇怎么都变成这样的啦 大家不要怕 我们是联合在一起的优质报社 绝对没有狗仔队 那...那你还拍 我只是翻拍 来 狗狗借我拍下你的香奈儿宝贝哦 天啊 你不要过瘟了啦 我跟你说 六四金本就没死人 又不是谁在这欧白的说啦 你有吃过我的生辈子吗 我带的啦 我跟你说 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国家啦 你看 大家都看到这些坛克有没有 带不死人啦 因为里面都是 黄色小鸭啦 小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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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蜜蜜蜜蜜蜜 这感觉就是 蓬古的煮味